梅根莲吃闭门羹,卡米拉最怕她赠流量,婆媳对手气令人期待。 人逢喜是精神爽,卡米拉得到女王的亲自官宣后,仍气大涨。 开始了春风得意的公务活动,以未来王后的身份大出风头。 昂贵的珠宝首饰和晚礼服穿戴在身,连轴转闪耀全场。 应尽是人的目光,但最艳羡她的还是远在美国的儿媳梅根。 因为梅根想回王室却被举着门外,出境尴尬。 女王的70周年庆典是梅根回英国最好的契机。 她也屡屡向王室伸出橄榄枝,可惜却连吃闭门羹。 首先是负责典礼名单的威廉态度坚决,封堵梅根找游今年共主做说课的迂回路线。 其次是目前同懒大局的查尔斯王子也拒绝接听梅根哈利的电话。 毕竟这儿在西公开批评老父亲的话语太狠,老人家面子根本下不来台。 最后是最近风光上魏迪卡米拉,非常防备梅根的眷土常来。 梅根嫁进来王室后鸡犬不宁。 什么都要争想,连宣布离开都要大强凯特生日的风头。 卡米拉虽然没有和哈利梅根正面冲突,但心里一直没有放松警惕。 卡米拉努力了这么久才能有今天的安乐日子,一定不愿意梅根回王室蹭热度搞破坏。 尤其是卡米拉比梅根吃多了几十年的饭。 她很清楚梅根不会轻易放弃从王室获取更多的利益。 女王的七十周年纪念是全球顶级流量具焦点。 梅根一定会以最有力的形式去参与,而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王室新的灾难。 卡米拉的担心确实是情理之中,梅根夫妻如此费尽心思想回王室参加盛会。 所谓想念家人不过是借口,后续的回忆录或须才是他们的杀手剑。 查尔斯威廉凯特都已经被梅根公开挤兑过了,现在王室和新城女园里就剩女王和卡米拉了。 以女王的德高望种,梅根不会自取其辱,这样一来。 卡米拉肯定就是要承受最猛烈的炮火了,毕竟她最能被哈利梅根找到攻击点。 历史不清白,还是哈利失去慕爱的罪魁祸首,现在又是未来王后,梅根用她来赠流量简直不要太爽太过瘾。 虽然以前和卡米拉相处的还不错,但连亲爹都能说翻脸就翻脸的梅根,甘其婆婆卡米拉来。 想必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,心刺手软,不存在的。 不过卡米拉能在王室成功逆袭,也不是任由梅根欺辱的若姬。 这对关系特殊的婆媳今后的对手戏一定会无比精彩,不知道网友们更看好谁的功力呢? 原创文章,喜欢请点赞和关注。 人逢喜是精神爽,卡米拉得到女王的亲自官宣后,仍气大涨。 开始了春风得意的公务活动,以未来王后的身份大出风头。 昂贵的珠宝首饰和晚礼服穿戴在身,连轴转闪耀全场。 应尽是人的目光,但最艳羡她的还是远在美国的儿媳梅根。 因为梅根想回王室却被举着门外,出境尴尬。 女王的七十周年庆典是梅根回英国最好的契机。 她也与女巷王室伸出橄榄枝,可惜她却连吃闭门羹。 首先是负责典礼名单的威廉态度坚决,封堵梅根找由今年共主做说客的迂回路线。 其次是目前同懒大局的查尔斯王子也拒绝接听梅根哈利的电话。 毕竟这儿在尔西公开批评老父亲的话语太狠,老人家面子根本下不来台。 最后是最近风光上魏迪卡米拉,非常防备梅根的卷土常来。梅根嫁进来王室后鸡犬不宁。 什么都要争强,连宣布离开都要大强凯特生日的风头。 卡米拉虽然没有和哈利梅根正面冲突,但心里一直没有放松进台。 卡米拉努力了这么久才能有今天的安乐日子,一定不愿意梅根回王室蹭热度搞破坏。 尤其是卡米拉比梅根吃多了几十年的饭。 她很清楚梅根不会轻易放弃从王室获取更多的利益。 女王的70周年纪念是全球顶级流量具焦点。 梅根一定会以最有力的形式去参与,而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王室新的灾难。 卡米拉的担心确实是情理之中,梅根夫妻如此费尽心思想回王室参加盛会。 所谓想念家人不过是借口,后续的回忆录或虚才是他们的杀手剑。 查尔斯威廉凯特都已经被梅根公开挤兑过了,现在王室和新城女园里就剩女王和卡米拉了。 以女王的德高望种,梅根不会自取其辱,这样一来。 卡米拉肯定就是要承受最猛烈的炮火了,毕竟她最能被哈利梅根找到攻击点。 历史不清白,还是哈利失去母爱的罪魁祸首,现在又是未来王后,梅根用她来赠流量简直不要太爽太过瘾。 虽然以前和卡米拉相处的还不错,但连亲爹都能说翻脸就翻脸的梅根,甘其婆婆卡米拉来。 想必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,心刺手软,不存在的。 不过卡米拉能在王室成功逆袭,也不是任由梅根欺辱的若姬。 这对关系特殊的剖席今后的对手戏一定会无比精彩。 不知道网友们更看好谁的功力呢? 原创文章,喜欢请点赞和关注。 人逢喜是精神爽,卡米拉得到女王的亲自官宣后,仍气大涨。 开始了春风得意的公务活动,以未来王后的身份大出风头。 昂贵的珠宝首饰和晚礼服穿戴在身,连轴转闪耀全场。 应尽是人的目光,但最艳羡她的还是远在美国的儿媳梅根。 因为梅根想回王室却被举之门外,出境尴尬。 女王的70周年庆典是梅根回英国最好的契机。 她也与女巷王室伸出橄榄枝,可惜却连吃闭门羹。 首先是负责典礼名单的威廉态度坚决,封堵梅根找游今年共主做说客的迂回路线。 其次是目前同懒大局的查尔斯王子也拒绝接听梅根哈利的电话。 毕竟这儿子儿西公开批评老父亲的话语太狠,老人家面子根本下不来台。 最后是最近风光上魏迪卡米拉,非常防备梅根的卷土常来。梅根嫁进来王室后鸡犬不宁。 什么都要争抢,连宣布离开都要大强凯特生日的风头。 卡米拉虽然没有和哈利梅根正面冲突,但心里一直没有放松警惕。 卡米拉努力了这么久才能有今天的安乐日子,一定不愿意梅根回王室蹭热度搞破坏。 尤其是卡米拉比梅根吃多了几十年的饭。 她很清楚梅根不会轻易放弃从王室获取更多的利益。 女王的70周年纪念是全球顶级流量巨焦点。 梅根一定会以最有力的形式去参与,而这个很可能会成为王室新的灾难。 卡米拉的担心确实是情理之中,梅根夫妻如此费尽心思想回王室参加盛会。 所谓想念家人不过是借口,后续的回忆掳获须才是他们的杀手键。 查尔斯威连凯特都已经被梅根公开挤兑过了,现在王室和新成员里就剩女王和卡米拉了。 以女王的德高望重,梅根不会自取其辱,这样一来。 卡米拉肯定就是要承受最猛烈的炮火了,毕竟她最能被哈利梅根找到攻击点。 历史不清白,还是哈利失去母爱的罪魁祸首,现在又是未来王后,梅根用她来赠流量简直不要太爽太过瘾。 虽然以前和卡米拉相处的还不错,但连亲爹都能说翻脸就翻脸的梅根,甘其婆婆卡米拉来。 想必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,心刺手软,不存在的。 不过卡米拉能在王室成功逆袭,也不是任由梅根欺辱的若姬。 这对关系特殊的婆媳今后的对手系一定会无比精彩。 不知道网友们更看好谁的功力呢? 原创文章,喜欢请点赞和关注。